在Windows 11中使用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是Windows的一种状态 可帮助排除HP电脑上的故障 可通过Windows 11访问安全模式 也可从Windows 11之外访问 从Windows 11进入安全模式 要从Windows 11进入安全模式 点击搜索图标 然后搜索并打开恢复选项 在高级启动下 点击立即重启 重新启动电脑 当电脑重启 进入恢复菜单时 选择故障排除 选择高级选项 然后选择启动设置 点击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进入启动设置菜单 系统请求BitLocker 恢复蜜月时 按Enter键 访问启动设置 在另一台电脑上 使用系统随附的Microsoft电子邮件 找到系统的BitLocker蜜月 然后输入BitLocker恢复蜜月 然后按Enter键 启动设置屏幕将显示启动选项列表 按4或F4 在标准安全模式下重启Windows 11 使用最少的驱动程序和服务 但没有互联网连接 按5或F5 在安全模式下 重新启动Windows 可访问本地网络和互联网 按F5 登陆Windows 11 要退出安全模式 重新启动计算机 进入安全模式 排除Windows无法启动时 HP电脑上的问题 在Windows 11关闭电脑 然后重启时 进入安全模式 立即按Escape键 重复操作 直至显示开始菜单 按F11 开始系统恢复 当电脑重启进入恢复菜单时 选择故障排除 然后按照上移方法中的步骤操作 点击YouTube中的播放清单选项卡 以查找其他语言的HP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 查找官方HP支持视频 请搜索我们的频道